嗨 大家好 今天想要來做什麼呢 因為呢 我很就是花了兩百多塊買了這個東西 所以就很想說來做個優格來吃好了 那我現在呢 今天有一個主題 今天的主題是愛戀分享 什麼叫愛戀分享呢 今天就是想要把優格做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愛心 那原本呢 其實我的中間某一層是想要做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是番茄 番茄 就大番茄 牛番茄裡面的那個 對 那我就特別把它挖出來 紙更新 那因為我覺得它成果凍狀一定會感覺上 很好吃 很有少女心 可是因為呢 我剛試吃了這個 就是拍了一個分享這個東西的影片 就是櫻花蜜 那這個櫻花蜜呢 就是我取代本來它的功效 因為我覺得這個感覺很酸 好 大家看到它中間已經是這樣子 原因就是因為我把它吃了一口 然後又把它撤倒 所以呢 它就就變成這樣子 那我今天呢 我的想法是 我想要中間是優格 然後有一個藍色的愛心 中間是優格 然後有一個藍色的愛心 就用湯匙沿著它的旁邊 這樣花一圈 好 再來 再來呢 我說中間想要一個愛心 但是我旁邊想要先一個那個奇異果花圈 所以就拿出我的奇異果 喔 手在這之前要先洗乾淨 剛忘了分享 要先把手洗乾淨才能開始做這些食材的東西 不然手摸到的話 就可能會髒掉 啊 這一片太厚了啦 把它吃掉 自己做料理的好處就是可以偷吃 最後一片要穿過前面的後面 然後再到外面的前面 耶 這樣才對嘛 好 哇 感覺很有feel 接下來就是中間的重頭戲 希望用藍莓擺一個愛心 所以我要先把這藍莓打開 感覺看起來好好吃喔 那蜂蜜要什麼時間點加呢 這樣就感覺蜂蜜是不是應該要另外加 因為我喜歡它這樣白配綠的感覺 就覺得好像 這藍莓因為我怕會感染 今天第一次把它打開 所以我就先倒一些出來 就是不要用湯匙進去挖 先倒一些出來 然後自己一個一個慢慢擺 有愛心的感覺嗎 角度好像要拿捏好 不然我的愛心研究 掰囉 超級討厚的感覺 可以讓我看看 對 我不會用湯匙進去 就知道了 然後我就先幫你 照顧 我會用湯匙進去 可以用湯匙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